而這一次他的大動作是小馬 他出來接收的辦公室 他想到賴琴德辦公室 去當他的競選的武裝的幹子 這位置可受得了 比較多重慶坦白 我是我從敬 最近整個台灣的選舉 有一個最令人感覺到震撼 就是之前在2014年 協助柯文哲選上台北市長的那位 教授他叫做姚黎明 姚黎教授現在是快70歲的人 或者就是已經70歲的人 他平常是長期住在台灣的高雄市 而他最近其實已經大概有五年左右 是沒有上電視螢幕了 原因是大約在五年前 他跟柯文哲給鬧掰了 兩個人可以說是翻臉 而且撕破了臉 那麼由於姚黎明教授 他整個所有的政治立場 已經更換過很多次 其實更換政治立場在台灣 是很常見 但偏偏姚黎明教授太有名 他每回更換的時候人都在電視上 這樣一來大家就記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說你是不是常常著視驚非 你以前說的對還是你現在說的對 如果你現在說的對 你會不會未來又改另外一個調 來說你現在說的不對了呢 那麼這個情況在整個 大家看電視的歷史上 或者說他出來做電視評論歷史上 姚黎明教授恐怕已經更改了超過三回以上 這是第四回甚至第五回了 而這一次呢他的大動作是什麼 他出來接受的訪問是 他要到賴清德辦公室 去當他的競選的重感次 這位置可是不得了 這位置啊 他等於會成為賴清德陣營裡面的主炮手 而且他主要炮弓的對象 其實他幾乎挑明了 就是對著柯文哲來的 那麼喜日裡大力的輔佐柯文哲 讓他成為台北市長 甚至到今天可以競選大位 而且柯文哲當時候還錄取了姚黎明的太太 當柯文哲他被市政府的 法務部門的最高主管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你兩夫妻呢 雙雙跟柯文哲鬧掰了以後呢 而且在電視上 你揭發了他好多 當時候你所認為的罪行 更嚴重的是 你所揭發的呢 還是在他第一次選上市長 也就在2014年 投完票以後 那個結算的錢 你當時就已經發現 那時候錢啊 好像算得不清不楚 也就是報账的金額跟實質進账的金額 你認為落差了好幾千萬 那麼既然那時候就有問題 那你是不是就應該在那時候 立刻出來揭發 或者急流用退 至少不應該再向前進去 擔任他的任何的官職對吧 可是他還是繼續又幹了一兩年 真的兩邊處不來以後 他才再到電視上去爆料 那麼到那時候爆料已經維持已晚 因為接著的柯文哲 馬上就選了第二任 而且又選上 然後呢他是離開第二任以後 接著就選 我們知道的大位子選 就是現在 而且目前的柯文哲呢 他更是熟人生巧 他總共只用了四千萬元台幣啊 就選了這整次的大位 這是一個什麼金額 在過去即便加一個零 人家就認為不可能選 為什麼 因為以前認為大家 選六都 六都市長 就得花四千萬的十倍了 那麼更何況 你選的是全台灣 好 整個台灣 花的肯定不會是六都的一個都的錢吧 那肯定是三倍以上吧 大家是這麼講 沒想到 他不再選的更便宜 而且啊 是便宜到大概相當一個立法委員 或者頂多就是一個縣長啊 而且要小的縣的縣長 所花費的錢 如此一來 大家就不得不佩服柯文哲這個人啊 他是非常聰明的運用各種媒體的聚焦點 而現在呢幾乎就只有柯文哲有希望 可以把賴清德給拉下來 那咱們看到了 好多重量級的國民黨的相關的名嘴 或者是國民黨這邊的相關的人 都往柯文哲那邊擊中 原因在哪 原因在於他們希望透過柯文哲 把賴清德更新潮流都給下架了 但是 姚立民反其道而行 跑到了賴清德這邊 趙商商有一句話說啊 這個姚立民總是站在歷史錯誤的這一方 現在呢 我們某種程度上可以說 趙老先生沒說錯 姚老師又站在歷史錯誤的那一方 再站了一次 這一次等同一告訴大家說 哎呀 大家還是投給賴清德吧 但是呢總比柯文哲好 真的嗎 事實上大家不會同意啦 因為柯文哲他至少沒有一大群 所謂的新潮流的人在後頭刺錢 柯文哲性格在怎麼不濟 人在怎麼溝通不良好 在怎麼有雅思某個症 他也沒有一個大隊人馬 也沒有一個上萬人次的新潮流在後頭 不斷的包公共工程的錢 而且這個柯文哲在台北市長認真的八年 他怎麼樣公共工程 他敢拿的錢那個數字 是絕對不到新潮流 在桃園也好 在台南也好 在高雄也好 所拿數字的十分之一 從整個台灣的政府運作來說 柯文哲他的整個團隊能談溫度的數字 比起新潮流 那肯定是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麼哪一個對台灣危害更大呢 當然賴清德跟他新潮流的危害 是無以倫比的巨大 有可能萬一讓賴清德選上 再八年 那可能整個台灣差不多就被淘空了 但是你說柯文哲難道就這麼的完美無瑕 或者其他人批評柯文哲的話 是錯的嗎 這我倒不認為 例如啊黃志賢 不是列舉了柯文哲的斑斑列行 至少十五大象嗎 這點我倒是同意的 他沒說錯柯文哲 所以我也沒有說支持柯文哲 只是你要說誰的危害更大 那肯定是賴清德跟新潮流了 現在姚林明站到賴清德那邊去 那也就是站到新潮流那邊去 那麼是不是他肯定會站在 與大多數的中間選民對立的立場呢 答案卻是如此 那麼姚老師 姚教授 是否可以說他又站在歷史對立的那邊呢 我認為真的 趙先生十幾年前所說的這句話 還真的是一於中立 而今天拿來看看這句話 歷久彼心 對姚老師來講 他真的每一次很奇怪 都會站在歷史錯誤的那一方 但願這次的錯誤不會造成全台灣的危害 也不要造成全華人世界的危害 感謝你的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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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